安置好采摘回来的树皮 孙勉就要跟脂肪的匠人们正式开始学艺 大叔 大叔 你在做纸啊 多大岁数了 八十 八十五 你跟他一样大 好不好学这个 好不好学这个 我学多长时间才会 我来学 一会儿给我学一下 楼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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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这个 带 带 我才要给后帝的 有火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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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还原古法造纸记忆 继续生产和开发菜喉纸 刘晓东创建了菜喉纸房 纸房的老匠人们大多有三十年以上的造纸经验 但遗憾的是 他们已经是村里最后一批掌握古法记忆的人 我没有想到有一些这么一些老者还在抄这个纵活 老汉都八十岁以上了还在抄纸 为什么老汉那么多中间断了成六十岁五十岁四十岁没有 更年轻的人没有 你不要看着我 不要停下 小心你的手 刚才我那个节奏怎么样 踩着 挺匀的 假如我踩着 有些时候快 有些时候慢 会怎么样 六十岁人 我自己一直把手给砸了 把手给砸了 好爷爷把手给砸了 好爷爷手给砸过 我去看 爷爷看 你手 就这手就给砸了 你看 孙勉紧紧握住老人的手 一时心头思绪万千 我拉这手就好像 拉祖辈 我没看过这样的手 过去的 他我和孩子他 我把他招了 我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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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招了 我招了快点 我招了快点 这我们的祖辈 爷爷啊 你辛苦爷爷 辛苦 辛苦 辛苦了 这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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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双手我形容得跟枯枝一样 这个老人是用他的双手 去捉摸我们古民传下来 这份家常来传承过来 给我们来能够来捉摸到 那份将会丢失的文明 那份将会丢失的文明 小虽行 不要招了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